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新地图叫金钟月飞传 这里边是有剧情的 你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并没有死 看来这里的剧情是月飞被陷害 然后被人救了性命 箱子里是武器 立拳盘龙枪 前面有个神秘人 提示板说不要手持武器对话 看来是又有任务了 看来这神秘人是仙人 刚好救了我 需要我帮他完成一件事 到屋盆山的洛神谷 拿到乾坤八卦锁龙极 现在你复活了我 那我肯定是要帮你忙的 放心吧仙人包在我身上了 这下方有一张床 旁边提示板写着需要存档 不然死了就会出图 看这地图还是有bug的 这边好像是有一条通道 不可惜这路被毁了 看来只有放传那里才是通道了 前面有团子居然是精灵 他告诉我们附近有野兽出没 没事我有盘龙枪在手 在前面有一只狼 哼 居然是有攻击力的 看来这地图免不了是要打怪了 先试一下旁龙枪蓄力有什么作用 哼 居然是可以召唤岳家军 不过没有几秒就消失了 看来这刷怪还是得靠自己 诶 这里提示说要把零食扔到法阵中 这边还有一条路 不过需要开关来催动 看来那个零食就是钥匙了 那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零食咯 这里边有好多的野狼 不过这野狼抱出来的星星也太多了吧 这前面有好个工具箱 原来是可以合成装备的 不过还需要些材料 前面有个老爷爷 居然就叫老头 这就有点太随意了 旁边的还有提示板 是要我们得到莲花 根据提示来到狼腰的所在地 要消灭狼腰才能够得到莲花 好了 得到三个莲花了 可是这有什么作用呢 又不能合成零食 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和老爷爷对话 还真的可以 原来零食在你手上啊 但需要用莲花来换 好了 终于得到了零食 把零食扔到法阵中 这边又出现了一条通道 前面还有一个大殿 不过一盒感觉危险重重 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带大家探索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